人间处处友善行 台中有一名80岁的老翁机车突然抛锚 一名检察官发现帮忙把车子迁到了机车行修理 但老翁却在半途不见踪影 最后只好报警来协讯车主 而联系上老翁的儿子才发现原来老翁迷了路 被另外一名好心的民众将他平安的送回家 监视器拍下一名男子推着抛锚的机车 准备前往机车行 来到路口一回头 跟在后头的车主怎么不见踪影 男子只好又掉头回去找人真的不见了 原来车主是这名80岁的成姓老翁 骑机车外出车突然发不动了 遇上好心的检察官帮忙推车去修 一次老翁没有跟上检察官的脚步迷了路 恰好有另外一名热心的黄姓民众出现 将老翁平安送回家 对对对对 对得人都没去 接连遇上了两位善心人士 还好还好老翁人没事 车也修好了 而同样遇上好心人的还有他 郭道一号王田交流到扎道口 79岁的赖姓老翁 骑机车误上高速公路 一旁大车呼啸而过 热心的吴先生发现 担心老翁的安全 赶紧先将人拦下 并且通知郭道警方 最后老翁是在远景的引导下 安全下了国道 但他奇迹是误创 远景还是为对老翁开出一张 三千到六千元罚单 解台中张话综合报道